若白記 第二章 一天,天庭的成員又來事立在上主面前 控告者撒旦跟他們一起到來 上主問撒旦:「你從那裡來?」 撒旦回答上主說:「我在地上來回巡視,察看正在發生的一切。」 上主問撒旦:「你注意到我的仆人若白沒有? 他是世上最好的人,他無可指責,完全正直,又敬畏上帝,遠離邪惡。 儘管你慫恿我無故傷害他,他仍然保持正直。」 撒旦回答上主說:「那是以皮換皮,人為了保存聖命, 會不惜捨棄一切,你只要伸手奪走他的健康, 他就一定會當面助就你。」 上主對撒旦說:「好吧,你可以隨意對待他,但要保存他的聖命。」 於是,撒旦從上主面前離開,去攻擊若白,使他從頭到腳掌了可怕的農倉。 若白坐在灰盡裡,用一塊破瓦片刮自己的皮膚,他妻子對他說:「你幻想保持你的正直嗎? 你不如助就上帝,死了算了。」 若白卻回答:「你說起話來,就像個蠢類人,難道我們只該從上帝手中得好處, 卻不該遭受災禍嗎?」 在這一切的事上,若白沒有說不該說的話。 若白的三個朋友聽說了若白所遭受的慘禍, 就結伴離開自己的家鄉,前來慰問他,安慰他。 他們是提萬人以利法,書喊人比勒達,黃南亞人所法。 三人遠遠看見若白,幾乎認不出他來,他們放聲大哭, 撕破外袍,將灰塵揚起,讓灰塵落在頭上來,表示哀痛。 他們陪著若白在地上坐了七天七夜,沒有向若白說一句話。 因為他們見若白的痛苦,大得無法用言語內形容。